大家好我是肉娜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又来到了我们格局的时间 今天要介绍什么格局呢 佳玉老师 今天要介绍的格局是 贪狼火星居妙望明正诸邦 贪狼与火星同工在斗树中 称之为火灘格 这个火灘格大家都应该有听过 会束发 但是呢 他必须对应组合道的 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 束发也才有机会能够名正诸邦 那他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卢成虚丑位 四公安命之之上格 三方即化拱照有美 卢卯宫安命无杀刺资 卢羊驼 结空不适 成为跟虚位呢 太郎安命 对宫呢一定会是无取心 太郎心呢 它是一颗欲望之心 对任何事情呢 都会有想要学习的欲望 也善于与人交际 那为人热情 那对公无取心呢 他的内心是比较务实的 实事求是的 但在外呢 给人家感觉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人 在丑公跟卫公呢 安命的呢 会是无取贪狼同工 个性呢 比较耿直 一板一眼 但是呢 因为有贪狼心的这个辅佐 即便这个一板一眼 没有弹性的这个无取心呢 有了这个贪狼心的辅佐之后呢 他的人缘也会不错 也会用务实的态度呢 去展现对于这个欲望的追求 三方即化 没有夺出来的 那画权呢 多了控制 多了掌控 那有多出来的钱呢 可以加以好好的控制掌控 那是不是还不错 程序位 贪狼做命呢 他对公呢 会是无取心 那几年 无取会画鹿 贪狼会画权 那对应在这个财符线上呢 会有一颗鹿 纯心 好 那丑位位呢 是贪狼 跟无取同工 那几年呢 一样无取会画鹿 贪狼会画权 那都在同一个工位上面 以上这两个组合呢 在运势好的时候呢 有会到相对应的条件 画鹿 跟画权 那火星跟贪狼呢 同工的时候就有机会会树发 那武担对拱呢 跟同工的这四个组合呢 会是在 程序 丑位 这四个位置上面 那这四个位置呢 也是 所谓的 弑木地 杀星呢 在这四个位置上面呢 会稳定杀星的这个爆冲的状况 他有爆发力 但是呢 又不会太过于爆冲 如卯宫安命 无杀赤姿 如在卯宫安命呢 会是 紫薇贪狼同工 再加上一颗火星给他 那一样要对应条件 画鹿跟画权 赴年呢 贪狼会画鹿 好 人年 紫薇会画权 那因为紫薇星呢 他不是财星 但是呢 紫薇贪狼同工呢 通常家事背景都还不错 所以呢 虽然他不是跟财星放在一起 但是呢 这个紫薇星有火坍格来 辅佐着他 让这个紫薇星呢 除了家事背景不错 又懂吃 懂完 能力也很好 再加上火星的这个爆发力 对应到相对应的必须条件 画鹿跟画权 如果呢 没有回到 欺娘跟陀萝 这两颗煞星的话呢 也还可以 因为呢 火星他毕竟是煞星之一 因此呢 如果再回到 欺娘星跟陀螺星的时候呢 就太多的煞星 如羊陀 结空 不是 如果没有对应到以上的条件 那在三方式症里面呢 有回到这个 欺娘跟陀螺 回到地结地空的话呢 就变成煞星呢 就变成煞星呢 只会破坏攻卫 破坏心药 以及呢 地空地结 没有办法让这个力量发挥出来 就无法成为此格局 那因此呢 也就不会有树发 微眠忍过 震珠方这个状况产生哦 相信如果逻辑很清楚的网友们呢 应该就有发现 刚刚嘉宇老师说的那个条件 在程序丑未未里面 大家有发现 贪狼的对面是舞曲 或者是跟舞曲同工吗 那就表示告诉我们说 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而你如何准备呢 就是要踏实的准备 才能就是稳健的发挥出 舞曲的相关力量哦 那今天的格局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的朋友 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拜拜